之類的東西都是這樣做 寧可先加重做出亮暗對比 做完後再去洗掉 你覺得對比太實的地方 太分明的地方 例如說像這個葉子好了 假如說我們畫類似葉子的概念 這個邊緣是不是還蠻銳利的 那如果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看起來太硬 不是嗎 然後像這裡的看起來不是非常漂亮 我想要去讓它柔和一點 我就去把它洗開 好還有這邊洗開 好那洗開之後這個東西弄掉 真的是就會有種光吃進去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是會有一點點就是變淡 對 然後他當然他淡不能只 不會只有淡 因為你洗開嘛 顏料多多少會擴散 你就把它當作很像是有點像打模糊的概念 對 所以影子類的東西你畫完了需要洗試試看 好 你就會太重的就可以試這個方式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這一張啊 除了說你慢慢這樣子舉不舉不加暗之外 這一張最後還需要統一做一件事情 整張圖的整張圖的整體色調的明暗變化的處理 好 但這個處理儘量建議是全乾在處理 那我現在是為了教學 所以我會先做好 他的處理就是例如說像這裡整體看起來是不是偏暗 然後中間這一區其實算是蠻暗的 對 還有下方是不是有影子區也蠻暗的 這個影子其實應該是慢慢自己畫了 好 然後再洗 你影子畫完再洗 就會有一種像這樣子不悟的感覺 對 好 那我現在這邊要加快速度的話 我就做整體答案的動作是 整張圖看著 瞇著看 然後把你覺得不夠暗的地方 大塊面積直接壓藍灰色 對 壓多大塊呢 例如說